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9年1月15日下午三时 全美航空公司一架空围320客机在起飞后不久遭遇密集鸟群撞击 坠入牛约哈的巡河中 俗信机上150名乘客以及无名机组人员全部获救 2013年6月26日 美军两名飞行员在驾驶F16战斗机训练时 撞倒了一只飞鸟 导致战斗机坠毁在基地附近的农场上 一只重量还不到1000克的鸟 究竟能给机组外壳的飞机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 坠机事件的背后 鸟儿究竟发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鸟儿于机场又有着怎样的布景之源 使用什么样的妙招才能让这些小生灵远离机场的 本期节目原来如此验证者灵远和马教书 将还原鸟撞飞机的建场实验 展示小小鸟儿对金属飞机的强大破坏力 还将通过各种奇妙的手段 探索机场驱鸟的有效方法 金毯马上开始 这么快 你离这么近看我飞机吗 没有没有没有 咱这人离远看的时候觉得它速度并不快 是啊 所以你说一个小鸟在这个飞机前面 它根本是躲不开的 没错 但是我觉得小鸟吧 跟我手掌差不多大 对 对于它来说飞机就是旁然大物 你说一个手掌大的小鸟对飞机能有多大伤害 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去实验室 就是尽可能的还原一下这种真实的环境 看一下到底会有多大伤害 那你找个地儿 走 大型客机降落时 随着高度的降低 其速度在逐渐減小 而鸟儿在离地面300米的高度内 活动最为频繁 所以飞机起降的这段时间 最有可能与鸟类发生撞击 一只重量还不到一千克的鸟 为什么会给正在降落的飞机 造成巨大的破坏 明文和马孝叔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局 冲击动物学实验室 这里有全国最先进的实验设备 他们想在这里模拟出真实的鸟状飞机实验 探究一下小小鸟儿与飞机相撞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想要模拟鸟状飞机的实验认证 验认证者就必须要想办法将机翼加速到150米每秒的速度 这可是一个难题 在西北工业大学的冲击动物学实验室 原来如此验认证者找到了一台巨大的空气炮 空气炮由空气压缩机 除气罐和喷管三大部分组成 压缩机将空气压缩储存在除气罐中 当打开除气罐的阀门 压缩空气将高速从喷管中喷出 高速气流将喷管中的物体加速和吹出 用来进行撞击实验验证 这台空气炮可以将物体加速到每秒150米 而据计算 鸟儿与飞机相撞的瞬间 它们之间的相对速度至少有每秒120米 看来这个空气炮足以模拟鸟儿与飞机相撞时代相对速度 现在我们的大型空气炮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差一个仿真鸟的炮弹 为了保持实验室的安全卫生 验证者不能使用活体鸟类直接进行实验验证 所以宁元和马孝叔还需要制作一个 用来模拟鸟类的胶质炮弹 好 动手 现在要把它跟这些配比一下是吗 对对 这个营胶量是不是也太大了 这个我们要 现在我们这儿有个垫子秤 我们那要把它秤一下 这枚炮弹既要呼和鸟类的重量 在材质上还要尽量与鸟儿的躯体密度相当 在汤博士的指导下 制作迅速展开 好准啊 然后呢我们要配比这些 对 把这个倒倒水 将类似鸟类机体密度的工艺凝胶 在60度的水中加热一小时 取出后再快速冷冻 最终形成凝胶状的圆柱体 这个圆柱体可以很好地摸你鸟类的身体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送了一晚上 一晚上了 对 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可以 已经凝固了 对 粘住了 粘住了 像果冻一样 对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果冻的材料是一样的 咱们来到这边 好 这个质感 真的像那个肉一样 对 将凝胶状的圆柱体装入蛋壳后 模拟鸟炮袋就制作完成了 好 来 鼓 好 OK 走吧 装上 好 来 装上 验人者准备使用空气炮 将这枚模拟鸟儿的炮袋 以每鸟150米的速度发射出去 这个速度能够模拟鸟状飞机时刻瞬间的相对速度 飞出的炮弹将撞击到固定好的飞机翼上 观察撞击的结果 好了 都准备好了 好了 这样咱们先把这个机翼先安装上 炮弹部装进 好 那搬搬 来 一二走 宁元和马孝叔在汤博士的帮助下 将飞机机翼牢牢固定在撞击支撑架上 由于机翼材料极其昂贵 宁元和马孝叔只获得了一次实验的机会 因此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再三调试撞击顶 以确保模拟鸟炮弹可以准确撞击到机翼前沿 设置组将高速摄像机安置到预定为止 好了 好了 准备就绪了 好 来一个公告 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往后撤 一会儿往后边我要甩 不要再往炮口走 不要对 炮口以外 我粘住 你粘住 炮口周围所有人员往后撤 无好耳朵 对 把耳朵当鼓上 好 高速准备好了吗 好了 实验验证进行时 为了确保人员安全 撞击点周边十米范围内 严禁人员进驻 来 炮弹给您 好 模拟鸟内的炮弹已经装入喷管 空气压缩机不断地将压缩空气注入到除气罐中 即使身处安全区域 宁员和马教书也带好了护目镜 避免撞击后飞线的残渣伤到眼睛 当仅有800克重的柔软的某米秒 以150米每秒的速度 飞向坚固的飞机基础外科时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答案马上揭晓 好了 上下都准备好了没 准备 三 二 一 一 二 上 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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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过去了吗 可以了 这么严重 我还以为它只是凹进去呢 打穿了 穿了 这儿这儿这儿 上去啊 这儿 小心啊 这儿 打到墙上 你看这个都弯了 这个都弯了 你看我们满地的碎渣 对 你可以看一下 已经找不到特别完整的一块那个胶状的 只是咳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呢 打的我们刚才瞄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瞄的准不准 真准 太准了啊 这次撞击实验验证 模拟鸟炮弹 以150米每秒的速度重复喷管 准确地撞击在飞机机翼前沿 柔软的胶质鸟体将机翼完全击穿 就连钢结构的支撑架后沿都被撞击的凹进去一块 机翼前沿完全爆裂出一个大洞 这要是一架正在降落的飞机 其机翼上的动力及电力系统必然会遭到破坏 严重危险到成绩人员的生命安全 全部都撕裂了 我背都背不过 我背都背不过来 宁元和马孝初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仅仅是一个连一千克都不到的中小型鸟类 撞击到降落飞机机翼的结果 而飞鸟撞击的机翼已经是飞机上比较坚固的部分 一旦鸟类被吸入发动机 后果将更加惨烈 它们将会直接撞断发动机内的叶片 使飞机失去动力 造成击毁人亡的惨剧 这只鸟咱们做了这个才八百克左右 对 也就是一只小麻雀 麻雀小 麻雀更小一点 就是鸽子上 鸽子就能把机翼打穿这么大一个 造成击毁人亡 那我觉得机场这个驱鸟 远环太大了 对 它这个驱鸟工作一定得特别完善才行 但是你能想到什么驱鸟的方法吗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有效地驱赶机场和其周边的鸟类呢 宁元和麻雀叔决定 先做几个实验 看看鸟儿究竟怕什么 只有知道了鸟儿的弱点 才能用计将它们驱离 两人来到了北京调梁宠物培训学校 他们准备在这里搭建一个鸟笼 近距离观察各种鸟类面对不同威胁时的反应 宁元和麻雀叔准备搭建一个长六米 宽三米高2.5米的长方体鸟笼 使用木架做支撑 笼体用塑料网布包裹住 验证者的驱鸟实验将在这个小空间内进行 在两位验证者的组织下 所有设置组人员齐上阵 鸟笼搭建快速展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正值出下 为了避免笼中的鸟儿直接暴露在阳光下 宁元和麻雀叔将野外观察网挂在了笼子四边 这种观察网既可以避免鸟儿遭到阳光的指晒 迷彩的颜色又可以缓解龙中鸟儿的紧张情绪 那咱们这个笼子终于算是告一段了 接下来咱们就做稻草人 走吧 在田间使用稻草人驱鸟的方法一直被沿用至今 它的真实驱鸟效果到底如何 宁元和麻雀叔准备制作一个真实的田边稻草人 首先用木棍固定一个十字支架 再将稻草卷成头部、手臂和鞠干的样子 用铁丝将它们牢牢捆绑到支架上 加上桃帽能配饰 稻草人就可以进行驱鸟任务了 中文字幕提供 咱们稻草人准备好了 但它不能先把它放进去 我怕一会儿小鸟拿着直接给惊到 感觉没有实验效果了 咱们先把它 让它藏在这个盆子里 一会儿等鸟进了鸟笼 再把它请进去 休息会 来 先把它们放进去 让它们适应一下环境 稻草人制作完毕 宁元和马孝叔 将事先准备好的喜鹊和鸽子 放入到鸟笼里 让它们适应一下笼内的环境 喜鹊和鸽子属于典型的半人鸟笼 它们都是群举鸟笼 几乎遍布世界各个大陆 这种体型的鸟一旦撞上飞机 极有可能导致航空事故的发生 那么我们的稻草人 是否能够让它们感到害怕呢 实验前 马孝叔准备 先将鸟儿们爱吃的食物 放置在六米差的鸟笼中间 我放进去啊 你帮我买 我先吃 小心点啊 吃饭喽 来 没果 避免一下 它们自己会过来吃的 放置好食物后 验证着准备 在鸟笼入口处 安置稻草人 观察鸟在稻草人的威慑下 是否还敢到场地中央进食 借此了解 稻草人的鸠鸟效果究竟如何 现在呢 现在呢 有两只鸟子是很坦然的在那吃食 然后有一只鸟雀 叼走了一块西瓜走了 剩下的几个有一点要接近它的意思 但它们现在在那边抢西瓜 你看到吗 在那个角角 一只叼着 跑完两只就感觉越越欲逝 对对对 不过不管怎么样 现在它们对这个环境已经非常熟悉了 能大胆的过来吃东西了 不知道咱们的假人中进去之后 它们会什么样的担心 哪里坐 哪里坐 不会 不会倒 行 就插着 然后看那个鸟还会不会过来 对 稍微往后 咱们往后的鸟也行 咱们要再往前一点 你把食往这边拿 我把食往这边拿一点 我现在拿来往草草这边放一点 看它们 你看它们都在观望 它们都在鸡成一堆了 对对对 在那里拿 帮帮食也拿过来 看它们还会不会来吃 对 好 请享用 我觉得如果是鸽子的话 有可能 能有更大的变化 但是 这一定会有变化 随着稻草人的放步 喜鹊和鸽子远远地躲在了鸟笼的边缘 一切准备完毕 实验开始 在稻草人的看护下 鸟儿们还有胆量去场地中央进食吗 我觉得它现在就是还没有觉得自己到肯定的地方 这俩只鸽子是来看 看我们俩的吗 是这样鸡的吗 但是你看咱们要做的是机场驱鸟的事 这个甲鸟儿往这立 虽然这个鸟儿在至少到现在为止它对这个甲鸟是有抵触的 但是你看它这个辐射的范围也顶多也只有一米到两米左右 在刚把稻草人放入鸟笼的一段时间里 所有的鸟儿都远远地躲在一边 稻草人貌似起到了驱鸟叫火 但是令马孝叔想不到的是 过了仅仅一分钟 就由一只喜鹊大摇大摆地走到了食物跟前开始的进食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喜鹊并不怕稻草人吗 其实现在开始来啊 这个喜鹊已经不怕稻草人了 完全不害怕 现在这只已经开始吃鸽子的事了 它已经完全放开了 想听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人带里面它们为什么会乱扑腾呢 因为人会动 我们这假人是死的 就是不管它们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跟力挡一个树桩没什么区别 对 宁元和马孝叔认为 自己制作的稻草人 只满足了外形类人这一要素 但是并不会动 一个不会动的稻草人 在鸟儿看来似乎就是个假人 因此它们毫不害怕稻草人的存在 良人决定改装稻草人 在稻草人身上加装布条 这样的话 只要有风 稻草人的身体就可以动起来 借此来达到威慑鸟儿的目的 据说田间的稻草人也是利用这一原理去干尿群的 为了使稻草人的动作幅度增大 宁元找来了一台大功率电风扇 在大风的吹动下 舞动剧烈的稻草人能够将近视的鸟儿们下退吗 大家都离远一点啊 不要分散它们注意力 小鸟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 三 二 一 开 我再弄小风 小风对布条没什么反应嘛 有有有 有一点 哎 刚 哎 那些喜鹊跑了 再开大一点风 我都感觉到风了我这 而且还是我说 他对这个环境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 没有那个敏感度 他对假人也熟悉了 对股杀也熟悉了 他那鸽子里他都没人走过来 对 他对人 你看他都没有 没有一点恐惧感 对 他就过来了 随着风量的不断增大 稻草人身上的布条 越来越剧烈的晃动感 这一次 有一只喜鹊明显受到了惊吓 匆忙远离了食物 而之前近视的那两只鸽子 仅仅远离了一会儿 就又朝着验证者和稻草人的方向 走了过来 仿佛稻草人根本就不存在 难道鸟儿们真的能够辨别 稻草人的真假吗 它们的智商究竟有多高呢 英国生物学家为鸟儿设计了一个 需要依次通过八个阶段才能解开的谜题 任何一个环节的错误操作 都会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 接受挑战的是一只被称为007的乌鸦 乌鸦007首先需要从绳子上取下短棍 利用短棍收集三颗石子 再将石子放到悄悄板容器中得到长棍子 最终利用长棍子取出食物 在飞入设置有难题的房间后 007仅仅观察了几秒钟就开始解题了 解题过程中它似乎也曾被难住 但转瞬之后它就想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终获得了美味的食物奖励 由此可见 从使用工具到想办法解题 乌鸦007的智商几乎相当于一个五岁的儿童 而我们常见的喜鹊和乌鸦 都是属于极其聪明的鸭鸟鸟类 它们可以分析出事物的危险程度 笼装的鸟儿通过试探性的觅食 发现稻草人并没有什么威胁 也就越来越大胆了 凭鸟儿们的智商 当然能够辨别出稻草人并非真人 所以利用稻草人驱鸟 总会有一些聪明的鸟是不会上当的 这是什么声音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还有各种各样动作的声音 这是猪吗 这是猪 这些小点别让它们听见 对 吸对它们是没有作用的 不 那你用什么声音来吓它们呢 起码是它们害怕的 宁元和麻酵叔想知道 巨大的响声或者鸟儿天体的叫声 能够起到鸠鸟的作用吗 它们准备先朝正在进食的鸟儿 突然播放爆破声 观察鸟儿的反应 实验马上开始 对爆炸声 对 对对错了错了错了 你觉得爆炸声太温柔了 对对对看到了吗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那个也惊了 那个也惊了 它抖了 它抖了 鸽子在抖 这一次宁元朝着鸟儿聚集的方向 播放出爆炸的声音 太温柔了 哎 看到了吗 笼子里的鸟儿们 明显被这阵突然的巨大响声吓到了 有的鸟身体竟然在发抖 看来响声真的可以起到 惊吓鸟类的作用 你再试一次那个 那个爆炸声 有点习惯了 哎 三秒就刚开始 这个跟咱预想是一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声音如果强烈的话 它会有很强的刺激 但是一旦咱们放了三遍五遍 它就慢慢的适应了 但是随着播放爆炸声次数的增播 鸟儿们又开始了非常自然的活动 之前的爆炸声已经对鸟儿失去了威慑作用 我觉得有几种原因 第一个是咱们做这个网子限制住它们了 如果咱们第一回的那种爆炸声的惊吓 如果没有这个网子的话 很有可能它就自散了 那又达到蛆鸟的目的了 第二是它跟我们相处了一整天 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很不容易了 它应该已经非常亲近我们了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当一个鸟类知道自己能跑 或知道自己不能跑 那个状态是肯定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得去机场看看 那是一个空旷的环境 那有更大的网吧 接下来 两人将去往西安咸阳机场 在那里他们准备验证 在空旷环境下声音的蛆鸟效果到底如何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于中国内陆中心 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 每天有大约500架次飞机 从这个飞机场起降 周边鸟类资源丰富 所以咸阳机场的蛆鸟形势非常严峻 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蛆鸟设备 当然也包括宁元和马教书要找的 声音蛆鸟设备 就这个车吗 就这个车 对啊 之前不是一直都是这个 没有什么 这么大声音 小新子 是吧 你好 你好 怎么车呼您 去一张 张队 这个车是干这个用的 怎么声音这么大啊 这是一个蛆鸟车 蛆鸟车 综合的一个蛆鸟车 我觉得不及鸟会害怕 我们人呢 我们都吓坏了 吓坏了 但是我不知道也许鸟 它这个抵抗噪音的能力更大呢 更强 因为它耳朵小 对啊 说不定真有些可能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实验 看一下它到底这个蛆鸟的 辐射范围能够多大 我们把鸟拿过来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 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是绝对不允许 对啊 人家都在蛆鸟 咱们把鸟带进来 那我们就把车拿出去 行吗 我们带车出去做实验 我们这个就是厂区允许范围之内的话 不是太远的话 可以 不是太远就可以 那 找个地方 上车 走 上车 谢谢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宁元和马教书找到了机场驱鸟队的张队长 张队长的驱鸟车上就配备了一枚能够发出巨大声响的煤气泡 煤气泡的原理非常简单 将煤气和空气同时冲入燃烧舱 充分混合后 启动高压点火系统点火 气体瞬间膨胀燃烧 通过炮火产生巨大暴凝声 这一次 宁元和马教书举定 在空气上直接使用车载煤气泡 对鸽子进行驱赶 查看巨大声响对鸟儿们的震撤效果 我觉得它也够长够宽阔 而且一瓶也远 这应该可以 你这小鸽子怎么还有一只在外面待着 这个瘦个伤不会飞私家都没事 好吧有一个看家户院的 有一个问题想念 如果一旦咱们这边一炮打响 它们全飞起来了 咱们怎么能知道它飞到多远 这有一个红筹子 一会把它剪成小条 然后呢系到鸽子脚踝上 鸽子飞到哪 咱们大概就知道那个位置 然后在你旁边的参照物 然后我们怎么就可以测这个持续的距离 我就是说你先想好 你觉得方法不途吗 这可能精确测量吗 我觉得你们呀 先准备着 我去找一个专利的团队 到咱们测量 怎么样 行 行 急会去 嗯 拜拜 宁元早已将鸽子准备好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观察驱散效果 宁元准备将鸽子的脚上 绑上一根红丝带 这样即使鸽子飞到百米之外 也能够清楚地观察到鸽子的方位 哎 回来了 小队 你们怎么样 我们弄好了 弄好了 你看 呼吁咱们带客人来了 西安交通大学 辞职工工程研究所的韩教授和他的团队们 他们有这个叫什么 自动远程定位系统 GPS GPS 能帮咱们的鸽子进行远程 为了能够更加精确地知道 发出巨大声响的煤气泡 究竟能够将鸽子驱散多远的距离 马教授找来了 西安交通大学的GPS跟踪团队 通过跟踪器传回的信号 电脑将能够清晰地显示鸽子的位置 宁愿将鸽子小心地放在了 离煤气泡15米的地方 一切准备完毕 实验马上开始 煤气泡的巨大声响 会有多强的巨鸟效果呢 你把这个多挡 好 对 我把这个层头挡着 然后您往后撤一点 好了吗 好了 好 绳子我都拿着了 没气泡就要开始掉头了 好 江队 咱们先把这个泡桶转过来 行 走 冲向那几个鸽子 好 差不多了 小静准备好了吗 好啊 好 三 就要他在哪儿好 好啊 就放了 二 一 放 好 一只 一只 别动 别动 大家都别动 都别动 他又飞回来了 我们再放一次啊 准备好 三 二 一 放 还放完 令宁元和马孝叔意想不到的是 煤气泡如此巨大的声响 连他们两个都不得不无紧耳朵 但在十米外的鸽子们 仅仅有一只鸽子飞走 剩余的四只鸽子依然安静地趴在地上 而飞走的鸽子究竟飞离了多远呢 咱们看来刚才飞的那只鸟的另一动轨迹 通过船回的跟踪定位信号 我们可以看到 被驱离的鸽子在受到惊吓后 在一分钟之内就已经飞到了三百米以外 这说明 煤气泡确实对这只鸽子起到了驱离作用 但是为什么更多的鸽子选择趴在地上 而不是飞走呢 马孝叔即使在他们头顶上近距离跳跃 这些鸽子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捆惶 这是为什么呢 小年纪不管用啊 你这买的是家养的鸽子吧 做菜那种 对呀 你哪有野生鸽子 首先啊 家养的鸽子可能过年过节 听到放炮的声音已经很习惯了 对 原来明远买的都是家养的鸽子 它们习惯与人相处 而且对于人类生活中的很多噪音声响已经非常习惯了 通过仔细观察实验中隐蔽摄像机拍摄到的镜头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煤气泡发生巨响的一瞬间 所有的鸽子明显被吓到了 但是它们还是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 对于人类的活动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害怕 据张队长介绍 要是换成野生的鸟 暴鸣声早就可以将它们驱离草地 远远躲开了 一旦这些鸟儿撞击到了起降的飞机 空难也许瞬间发生 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有效地驱散机场周围的鸟儿呢 加拿大某机场的工作人员就曾训练活多只不同品种的鹰 为机场鸠鸟 但是鹰真的可以起到鸠鸟的作用吧 怀着这一问题 宁元和马孝叔来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滨水森林公园 他们将在这里尝试使用老鹰来驱赶鸟儿 宁元和马孝叔如愿找到了迅鹰人尼师傅 他和他的小伙伴青青已经相处了五年时间 青青是一只成年笋 属鹰科 擅长捕食兔子和中型鸟类 好鹰 看他看他 快看藏起来藏起来 黎老师您好 您好 他看见了 完了 您看我们从那机场的捕鸟网上面救下了几只喜鹊 想做一个实验 因为大家都知道机场是需要驱鸟的 不然鸟撞到飞机就造成事故了 这次我们想试一试它的天敌 它一定是吃喜鹊的 对 这是它的美食 对 看到宁元手中的喜鹊 青青明显提起了精神 他发现了身边的美味食物 第一个实验 我觉得咱们这些有必要试一试 老鹰到底会不会听您的话 可以试一试 对 这是在美食的用户之下 那对 先藏起来 它还会去找您吗 有可能它直接去找它的美食了 对吗 我们试一试 试一试吧 来 捕食猎物是猎损的天性 在面对猎物的时候 心情还能否准确地听从主人的指挥呢 你小心哦 小心小心 它爪子也挺锋利的 这可比鸽子要厉害多了 厉害 那鸽子特别的温顺 这样 你捏着头 对 你先软会 跑了两只 你看 你看它在外面 它在外面这个环境下 它是很轻盈的 林老师能抓它吗 哎呀 好疼啊 好疼啊 这你看能抓回来就神了 我跟你讲 小心啊 林老师 抓不回来的 抓不出来的 我只要 只要能抓回来就神了 那不就让它在这 总之我们这个实验结束之后 也是要把它们防生的 对对对 所以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马教授决定 把喜鹊直接绑到笼子上 将笼子置于 泥石铺和鸡鸡之间 鸡鸡会如何选择呢 它会不顾指令 直接攻击喜鹊吗 好了 这样行了吗 咱们试一下 来 试一下 放着 是不是太长了 这个绳子 我就想让它有动感 它一动 可能鸡鸡的注意力 就会转低 它这是 你看 试一下 放着 是不是太长了 这个绳子 我就想让它有动感 它一动 可能鸡鸡的注意力 就会转低 它这是 你看 别别别别 不要吃它 别别别别 没事 没事 这也太快了 它这也给抓死了 手里现在能疯吗 能疯不难 它的手已经扎住了 扎到那个 它怎么还要去 这孩子 你傻了 是不是要打架呢 我天哪 这算是给救下来了 就在明远 将喜鹊绑好的一瞬间 突然冲出的喜鹊 引起了惊惊的注意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心情快速冲出 两只爪子牢牢地将喜鹊抓在手上 黎师傅赶紧过来控制住惊情 将它与喜鹊分离 及时地从亲自的口中将喜鹊救了下来 我觉得黎老师 它能自己待在那吗 它还要扑过来 还要扑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如果说我在机场旁边发现了成百上千只鸟 用它去驱咬鸟的话 起码会有一只落入它的口中 对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本身它在自然环境下 是以这些东西为食物的 对 所以这是必然的 是必然的 突然发生了一幕 让泥师傅大感意外 看来 心情会在没有主人的指针下 本能的去捕食猎物 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绳子的束缚 喜鹊肯定早就飞离了这块区域 用鸟类的天敌来驱鸟 现在看起来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鹰在看到它特别喜欢的食物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失控 使用天敌驱赶机场的鸟 虽然效果不错 但是其本身就存在隐患 一旦老鹰失控 也许它自身就会成为那颗 归险航班安全的大炮弹 看来 想要用鹰为机场驱鸟 并没有那么简单 只有经过长时间专项训练的鹰 才有可能完成这一特殊的任务 那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 要说这个 你要说别的方法 我见过就是猴子 训练猴子去完成一些 比如说爬树啊 掏东西的动作 咱们如果鸟在空中 咱们这个区域 咱们控制不了 那么咱们可以去端它的窝 如果飞机场周围连鸟窝都没有的话 那不也算是从根上把这个鸟给出了 这个方法好 对 要不我们先试试 面对日渐增多的鸟状飞机事件 我国保护机场就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 训练猴子上述掏鸟窝 这样既减小了驱鸟成本 又能够从根源上驱走机场周围的鸟 这个办法真的能够行得通吗 带着疑问 宁元和马孝叔来到了西安勤明野生动物园 他们决定在这里 尝试训练猴子完成上述掏鸟窝的任务 在西安勤明野生动物园 宁元和马孝叔找到了两只活泼可爱的猕猴 猴妈妈叫莉莉 猴宝宝叫猴桑 他们性格非常温顺 想试一试 有没有可能把猴驯化到它可以去掏鸟窝 有这种可能性吗 那你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试吗 但他们两个我看年龄差距很大 学的比较温顺 多大 还有一岁四个月 那大的呢 大的有八岁吧 八岁 人们常常利用训练过的猴子来替人做事 在很多东南亚的国家 当地人们训练猴子爬树 帮助他们采摘成熟的椰子 马戏团能够训练猴子 完成各种高难度杂技动作 通过猴子们娴熟的动作可以看出 训练猴子掏鸟窝 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如何训练才能够使猴子听话的上述拆鸟窝呢 你看我看他对这个鸟窝的兴趣比较高 对他过来一直趴着看 不过我觉得小的好控制啊小妞 你看他对这个特别有兴趣 对对对对 莉莉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觉得他 我觉得这个咱就拿这个吃了 两人决定 先让猴宝宝猴三参与居鸟实验 偷他的草 马上出了 咱们俩这个做鸟窝行吗 行啊 这你从哪弄的草 偷肉的生地的 我给你剪了点树叶 一会儿铺在上面 就这个地方吧 我看他这儿 我已经铺了一些了 好那咱们我先围出来 咱们出软一点 就这么着吧 行啊就这样吧 猴分辨不出来 还是不是真的假的鸟窝 为了让小猴子练习掏鸟窝的动作 宁元现在一米半高的树洞里面 用杂草制作里的鸟窝 将鸽子蛋放好后 这个鸟窝几乎和真的一模一样 一切准备完毕 马上叔将会用什么方法 叫猴子抛鸟窝呢 我们复原了一个相对真实的鸟窝 想看一看这个一岁半的小猴子 它有没有可能完成抛鸟窝的任务呢 实验准备开始 听话了不得了 我给你说 我都看着你 他在后面绕了一整圈了 你能搞得定他吗 搞得定 先告诉他 他叫猴三 我先给你讲一下实验规则 我跟你说 哥儿 你别跑 先给你个吃的吧 来他先给你个吃的 来 好乖 那你过来 我给你 我来我来 他没跌倒 他没跌倒 来 爸爸 我给你讲讲实验规则 你一边吃一边听着 这是一个鸟窝 看着 你看 对 你要拿手去掏这个鸟窝 你只要能把这个鸟蛋掏出来 就算你成功 还有好 不许动 你说不许动就管用了吗 不许动 听话 这么简单 听我说 你要去掏这个鸟窝 你只要掏了鸟窝你就有吃的 好不好 橙椒 橙椒 握个手吧 握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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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个手嘛 给你握个手 我伤心了 握手 握手嘛 那来我给你吃一个 闹闹 叫这边 叫闹闹 叫闹闹 太闹了 朋友的家伙 是 放下 好吧 那你给我握个手 好 勉强给我握个手 达成一致的 你只要掏了这个鸟窝 就还有吃的 你看 姐姐这有好多好多吃的呢 我觉得咱可以这样 怎么 很多动画片演的 就是沿一路给它放上去 可以 但这上面 这上面怎么放 抢上去嘛 来 我给你递 你来 好 这样 就这样 从这 这 对 卡在这个树 出嘎吱窝里头 这样也行 这也只有你想的出来 你小元 好 然后再这 沿一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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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来 接着来 再进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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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别太偷了 偷 偷 偷成功 也行 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 这个 别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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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这个 拿这个 他对这个 花生 在这 花生 把花生放在旁边 看起来 放在鸡蛋旁边 不是 这个 我给你说 按他的脑袋讲 他得把它当成是花生 这个是花生 壳剥了 把鸡蛋铺上花生 快 这是两个大花生人 我跟你说 吃那个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我觉得首先 他对这个兴趣点 就 他没什么兴趣 他对这个东西 他只是本能的 爬树 你要是他把手 伸到这个鸟窝里 太难了 你看 他对他 没什么兴趣 而且我发现 小的反而不好控制 小的不懂事 他没有受训过 对 我们还是找 丽丽 他八岁了 我觉得他受训过 他应该能听话 马孝叔用猴宝宝最爱吃的花生做优惑 勉强让猴三爬到了树上 但是以猴宝宝一岁半的智商 无法完全理解马孝叔的指令 猴宝宝对鸟蛋一点兴趣都没有 面对这个结果 明远和马孝叔不得不更换猴妈妈莉莉 来继续配合进行实验 但是我根本不听话 对 他就在想你身上来回的爬来爬去 但是不完整他的任务 他就会乱跑 对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丽丽是吧 他毕竟他八岁了 他起码有小孩四五岁智商 他有吧 丽丽有 而且国家经过训练 但是这回您得跟着我们 我估计小丽是扛不住他了 扛不住扛不住 走吧丽丽 来 在饲养员的配合下 丽丽来到鸟窝下面 准备尝试接受训练 丽丽是一只成年猕猴 其智商相当于一个六岁的孩子 她能够听懂饲养员的一些简单指令 这一次丽丽是否能够理解饲养员的意图 完成爬树掏鸟窝的动作呢 要自己从里面掏出来 你看放进去 好 上 上 来 你看这个东西 对 你现在先别拿 但是你要自己把它从鸟窝里边拿出来 好 放好 要自己从里面掏出来 你看放进去 好 我觉得 找到那个花生了 我们先吃有花生了 上 上 上 好 来 他有意识了 他有意识了 放这边看了一眼 丽丽上 这样 您把手松了远一点 他这花生让他吃去吧 这没有 已经没有了 丽丽上 上去拿 丽丽 放 给蛋掏出来 看里面的蛋 里面有好吃的 还是不愿意 看里面看见那个摄像机 我觉得它是 对对对 这里 丽丽 咱这样 咱往后去点 我们再往后去点 对 然后让它从这边上去 让它背对着 摄像机可能会好一点 对 来 丽丽 丽丽 上 丽丽 上 丽丽 上 这 好嘞 看蛋 看到了吗 好嘞 成功了 成功了吗 它吃掉了 这个吃了 还有一颗 对 我跟你说 就要干这种事 摄像机 这玩的太彻底了 好了 好了 不是 整个牛 好 好好 就是这个意思 太厉害了 这一次经过短暂的观察 丽丽迅速蹿到了树上 准确地找到了鸟窝所在 三两下 就将鸟窝里的鸽子蛋和杂草 扔到树下 如此快速的理解能力 使麻将叔和宁元赞叹不已 就是这个意思 太厉害了 真厉害 要给它奖励一下吗 好 吃花生米吧 这下它是不是就算记住了 记住了 就是经过条件反射 所以就记住了 其实跟训狗狗是一样的道理 对 告诉它 只要它套了这个鸟窝 它就有奖励吃 在丽丽顺利完成 套鸟窝的动作后 饲养员及时用食物 给予丽丽加强 这有助于使其形成条件反射 动物本身并不会主动完成人的指令 我们知道 动物爱吃的食物 在动物完成某个动作后 及时地给予它食物奖励 然后不断重复和强化这一概念 逐渐地当动物看到某种食物时 就知道需要完成一个动作 才能够吃到它 这就是条件反射 通过条件反射和主人的抚摸奖励 一位名叫翠丝的储物狗 竟然可以记住 1022个毛绒玩具的名字 当条件反射形成后 翠丝的主人念出一个单词 它就迅速地找出 与单词相对应的毛绒玩具 猴子的智慧远高于犬类 形成条件反射就更加容易了 但是现在机场周围的鸟窝 不会这么低 那老师 它一定是至少那个高度 对不对 这太高了吧 你看这正常的鸟窝就那么高啊 它能上去吗 可以的 这么高它能上去 猴子就是爬树的 也对 把你的鸟窝固定上去 我把这个草直接塞到那个鸟窝里头 直接塞到这个吗 就用它 来来来 找人去找一个梯子 猴子掏鸟窝驱鸟的初步实验获得成功 宁元决定 将鸟窝的高度提高 难度也随之增加 他直接选择了公园里 树顶上一个废弃的木质鸟窝 来考验莉莉 鸟窝距离地面三米多高的距离 形状也与之前实验中的鸟窝不一样 仅有一个圆形洞口与外面相连 将杂草和鸟蛋放好后 实验马上开始 面对高挂树顶的鸟窝 莉莉还会顺利地执行掏鸟窝的任务吗 好嘞 这是我们难度升级了 不仅高度有难度 而且它这个鸟巢的密封性比较好 有可能它看不见里面有什么 它要如果能透过这个小洞 去把那个蛋给掏出来 什么它有意识去偷蛋 对 这是有技术海料的 来 来莉莉 莉莉上场了 先捡个湿的 我酷子 对 鼓励一下 来莉莉 好嘞 莉莉 看那 上 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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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一个刚才你吃过的那个蛋 上 上 上 好 哇 哇 这么快 它先看一下 非常连贯 非常连贯 看一看一看 我怎么没有啊 看一看 哇 太厉害了 莉莉开 看 好 莉莉 没了没了没了 就一个 没了就放了一个 没了没了莉莉 它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太厉害了 它全买草都到这 好了莉莉 莉莉 没了没了没了 莉莉快下来吃吧 这是满分啊 这是 绝对都满分啊 这个你只要绳子够长 它多高的数 它能够 没了莉莉 别套了 莉莉 莉莉 下来 你下来吧 我给你个钳子 你把鸟活给我套下来好不好 莉莉 来 下来吧 它听话的 能会下来才行 行 会下来 我让它下来 好 你叫它 来 下来 莉莉 不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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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好吃的 下来下来 快 下来 不掏了 真乖 真棒 再给奖励一个 奖励一个 给 都给你 这一次 莉莉顺利地完成了 超鸟窝的任务 从隐蔽摄像头可以看到 在爬到树顶后 莉莉面对新的鸟窝 表现出了短暂的不适应 在仔细观察过后 她还是聪明地找到了 鸟蛋所在的位置 将鸟蛋和杂草拎出来 扔到了树下 你真棒 来 给大家表演个 放上这段 哎 好棒 换个手 换个手吧 快 换个手 先换个手 快 换个手 你没出去 好好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猴子每次上去 它虽然是能把这个锅给掏了 但是它没有轻重 它总是把这个蛋给毁了 咱实际上 咱只是驱鸟 并不是双和钻子绝孙 对 没错 其实我觉得咱们实验虽然是成功了 但是这个实验结果不济入人意 它没有办法把蛋成功地交到主人手里 第二呢 虽然训练猴子掏鸟窝的实验得到了实现 但是猴子并不知道鸟蛋的价值 掏出的鸟蛋都被它从树上扔下来摔坏 这一结果并不是麻将树和鸟员想要的 既然猴子无法将鸟蛋 毫发无损地送到饲养员手里 长期如此必定破坏鸟的繁衍 那么使用猴子掏鸟窝 其实还是有弊端的 所以最科学的应该是让机场周围的环境 去治理周围的环境 让虫子少一点 对 当虫害少了 那我想鸟也就不会在这一片活动了 机场因虫类资源丰富 吸引了大量鸟类的到来 一旦这些鸟撞击到骑降的飞机 空难也许瞬间发生 明远和马孝书探索能够有效驱赶 机场和周边鸟儿的各种方法 他们发现 无论是稻草人 还是现代声光电的设备 都无法非常有效地驱赶鸟类 鸟儿的天敌老鹰驱赶效果最好 但是基本真也是飞行 也容易导致飞行安全隐患 不宜在机场使用 训练猴子上树掏鸟窝驱鸟虽然可以实现 但是对鸟类的自然生态会造成破坏 方法并不可取 人类从鸟儿身上得到启示 发明了能够翱翔天际的飞机 最终需要与他们争夺使用天空的权利 为了机场安全 我们的驱赶队也在日子一日地进行着驱鸟的工作 看来在机场的周边 人与鸟的斗争还将长期持续下去